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国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黄巢之乱、朱温孝傲江湖 二、王昭君出赛、和亲美名传 三、曹雪芹驻红楼梦、百姓商春悲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黄巢之乱、朱温孝傲江湖 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段中国历史上的大戏 《黄巢之乱》以及一位从此戏中走出来的主角朱温 这可不是一般的江湖文怨,而是一场动摇了唐朝根基的大乱 首先,让我们来设置一下背景 公元874年,唐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官府腐败、百姓生活困苦 这时,一位名叫黄巢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原是一个小小的盐商 但在那个时代,盐商可不是什么光鲜的职业 他们常常被迫走上走私的道路 黄巢,这位盐界的黑马,不甘于小打小闹 于是抛下盐包,揭竿而起,成为了一名造反头目 黄巢之乱,可以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全民健身运动 黄巢带领的农民均衡扫中国大地 他们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可比现代的健身房更吸引人 他们的运动不仅仅是锻炼身体 更是锻炼了唐朝的免疫系统 然而,就在黄巢的军队如火如荼地进行住他们的健身运动时 一位叫朱温的人物悄悄崛起 朱温,一个农民出身的小军官 他可不像黄巢那样喜欢大张旗鼓 他更像是江湖中的一位隐士,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当黄巢攻入长安,自称地位 把唐朝的皇帝逼得只能逃到四川去的时候 朱温却像是看透了这场健身运动的虚幻 他没有跟着黄巢起舞,反而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投靠了唐朝的残余势力,并迅速在这场混乱中脱颖而出 朱温的笑傲江湖之路,是典型的以静之动 当黄巢的军队开始疲态毕露时 朱温却趁击撞大了自己的势力 他先是被封位夜王,后来又一步步地掌握了军政大权 最终,在黄巢之乱被平定后 朱温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于公元907年迫使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唐埃帝,善让帝位给他 从而建立了后梁,开启了五代诗国的序幕 这就是黄巢之乱和朱温笑傲江湖的故事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那些最先发难的人 而是那些能够在混乱中保持冷静 并在适当时机出手的影视 朱温就是这样一位影视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历史的江湖中 有时候,最好的进攻就是不进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王昭君出赛,和亲美名传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历史上那位 既是政治牺牲品,又是美丽传说主角的女性,王昭君 王昭君,名不见经传 却因一幅画而名垂千古 相传在汉原帝时期 为了维护边疆和平 实行了一项名为,和亲的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把汉朝的公主 或者宫女嫁给边疆的部落首领 以此来巩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听起来就像是古代版的政治联姻交友软件 不过,取消账号的选项似乎被遗忘了 王昭君,据说是一位财貌双全的女子 但她的美貌最初并未得到汉原帝的青睐 原因何在? 相传是因为宫廷画师毛燕寿画工不佳 或者是因为王昭君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贿赂画师 结果她的画像就显得相当平平无奇 这就好比现在你的社交媒体 头像被P图师搞砸了 结果你的配对机会大大减少 然而,当汉原帝真正见到王昭君时 发现他的美貌远超化中 于是懊悔不已 但这时,王昭君已经被选为和亲的对象 要嫁给远在北方的匈奴单狱 这就像是你发现了一件宝贝 却已经在网上卖掉了 退货是不可能的 王昭君出赛成为了一段传唱千古的佳话 他不仅以个人的牺牲促成了汉兄两族的和平 还被后人赞送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使者 他的故事被艺术家们反复描绘 成为了无数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 有趣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也反映了古代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 她们往往被视为和平与联盟的工具 但王昭君的智慧和勇气 以及他对和平的贡献 使他超越了这一角色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历史人物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幅王昭君出赛的画作时 不妨想想那背后的故事 一个女子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 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而且,别忘了 如果你要画别人的肖像 一定要画好一点 否则,你可能就成了下一个毛燕兽 被历史记住 但可能不是因为你的画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曹雪芹著《红楼梦》 百姓商春悲秋 各位亲爱的书友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部 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的《红楼梦》 其作者曹雪芹先生 可谓是将商春悲秋的情怀发挥到了极致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书 它更像是一座豪华的情感博物馆 里面收藏着各式各样的爱恨情仇 《红楼梦》里的人物 你们知道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纸上谈兵 他们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活脱脱 就像是你我身边的邻居大婶 街坊小哥 曹大大 曹雪芹 用他那细腻的笔触 将这些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 让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不禁感慨万千 有时候甚至会忍不住 想要进入书中 给古宝玉或林黛玉擦擦眼泪 或者跟着他们一起在大观园闪花喝酒 说到《商春悲秋》 这可是《红楼梦》的一大主题 你看 古宝玉那是个天生的浪漫诗人 对于春花秋月的感怀 那可是到了骨子里 他看到春花 能感叹生命的短暂 目睹秋月 能叹息世事的无常 这种感慨 让无数读者读来 也是唏嘘不已 仿佛自己也成了 那个在红尘中迷逝的游子 而林黛玉 那更是个《商春悲秋》的代言人 他那著名的粉稿诗 可是让多少文人默刻为之动容 他对于落花的同情 对于流水的感慨 那是一种到了骨髓里的悲凉和无奈 淡雨的泪 几乎成了春天的雨 秋天的露 滋润住大观园里的每一寸土地 当然 《红楼梦》 不仅仅是《商春悲秋》 它还有助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对社会的犀利批评 但是 这些沉重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先不展开了 毕竟我们今天是来谈情说爱的 不是吗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 不仅仅让百姓《商春悲秋》 更让后世的学者闷头疼不已 这部小说的解读 就像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题 每一次翻阅 都能发现新的奥妙 所以 各位 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红楼梦》 那可真是遗憾至极 赶紧去翻一翻 说不定你就能在其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春色或秋衣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个中国历史中的故事 《黄巢之乱》 《王昭君初赛》和《红楼梦》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 展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黄巢之乱》告诉我们 在动荡的时代里 冷静和灵活的思维 可能比直接的行动更为重要 朱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没有跟随黄巢的脚步 而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耐心一步步取得了成功 《王昭君》的故事则提醒我们 在政治和社会中 女性的地位和影响力往往被低估 然而 她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改变历史的走向 而《红楼梦》则是一部充满爱恨情仇的作品 它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部小说的故事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与其中的人物一起伤春悲秋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 有什么疑问或者观点吗 我们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一起来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深意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 六度教育咨询 帮您量身定做 申请入学 选专业 找工作的个性方案 点击六度世界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选择六度六度教育咨询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你好 请问你在教育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还准备在美国留学 希望了解美国本科留学相关信息 好的 我可以帮助你 首先 我想了解一下 你的孩子目前的学习阶段是什么 他他是否已经完成了高中教育 今年高中毕业 了解了 那么他他是否已经开始准备 骚托这样的大学入学考试了 这两种考试是美国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 已经考过了SAT 好的 那么请问你的孩子对于想要申请的专业 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或者他他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什么想法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选择合适的学校和课程 希望学电子工程 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 非常好 电子工程和人工智能是非常有前景的领域 那么在选择学校方面 你们是否有任何特别的考虑 比如地理位置 学校规模 学费预算等等 希望在安全 工作机会多的大城市 希望学校有很好的电子工程系和教授 了解了 那么请问你的孩子是否已经开始准备申请材料 比如个人陈述 推荐信等 这些都是申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已经开始准备了 好的 那么在申请过程中 你们是否遇到了任何困难或者有什么不确定的地方 比如如何选择学校 如何撰写个人陈述 如何准备面试等等 如何选择学校 了解了 选择学校确实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过程 那么 你们是否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美国大学的排名信息 比如US News QS等等 这些排名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看学校的专业设置 教授的研究方向 以及学校的地理位置 规模等等是否符合你们的需求和期望 能不能比较一下MIT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专业的特点 根据我找到的信息 MIT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都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校 每个学校都有极独特的优势 MIT 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 其强项包括人工智能 编程语言 软件工程等 MIT的教育环境鼓励创新和实践 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前沿的研究项目中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位于硅谷 与许多世界顶级科技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斯坦福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在人工智能 卡内基梅龙大学 卡内基梅龙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也是全球顶尖的 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向有着领先的研究 卡内基梅龙的教育模式注重实践 学生可以通过项目学习来提升技能 总的来说 这三所学校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择 你的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以及学校的地理位置 氛围等因素来做出决定 同时 申请这些学校也非常竞争激烈 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业工程师 在大学应该学哪些课程 如果你的孩子想成为一名压工程师 那么他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习以下一些课程 计算机科学基础 这包括数据结构 算法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操作系统 编程语言等课程 这些都是成为一名压工程师的基础 数学 压工程师需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 包括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统计 微积分 优化等 机器学习 这是压的核心课程 包括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强化学习等内容 此外 深度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数据科学 标工程师需要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 因此数据科学的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数据挖掘 数据可视化 数据库系统等 专业领域的课程 根据标工程师想要从事的具体领域 可能还需要学习一些相关的课程 比如 如果想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 那么就需要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课程 如果想要从事计算机视觉 那么就需要学习计算机视觉的课程 软件工程 压工程师不仅需要理论知识 也需要实践技能 软件工程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学习 如何设计和构建复杂的软件系统 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建议 具体的课程选择 还需要根据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孩子的兴趣来决定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政治局承诺在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 实现增长目标 中国面临保护国家机密的前所未有障碍 议程上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澳大利亚和中国准备进行高级别会谈 为什么欧盟对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印度和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奈瓦尔尼对公众隐匿不露 请大家收看 中国政治局承诺在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 彭博社 中国最高领导层 中国共产党24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 承诺要实现今年的经济目标 避免风险 保持社会稳定 会议讨论了一份将在下周提交给立法者的政府工作报告 并将由李强总理在3月5日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发表 政治局重申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并承诺加快发展新的生产力 中国面临保护国家机密的前所未有障碍 彭博社 中国国家保密局警告称 在保护国家机密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因为中国正在寻求更加安全的保护机密信息 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加大力度加强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家机密的努力 扩大了敏感信息的法律框架 并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数据安全法 最近对国家保密法的修订包括强调共产党对保密工作的控制 加快对这个问题的教育 并鼓励保密技术的创新 修订后的法律将于5月生效 议程上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澳大利亚和中国准备进行高级别会谈 澳洲ABC 中国外交部长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访问澳大利亚进行高级别会谈 因为两国都在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 尽管总理访问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但消息人士表示可能会在今年年中左右进行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官员计划在3月底举行第7次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 中国可能还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宣布一位新的外交部长接替王毅先生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奈瓦尔尼对公众隐匿不露 纽约时报 本篇观点文章的作者讨论了 中国缺乏类似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奈瓦尔尼的人物 作者指出 虽然有中国意见人士和活动家公开批评中国政府 但中国没有组织有序的反对党派或领导人 作者强调了任志强、刘晓波和许志勇等个人的案例 他们因批评中国政府而受到了后果 作者认为 中国缺乏突出的反对派人物是由于政府的威权性质和对意义的压制所致 北京谴责英国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的攻击 南华早报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批评了英国外交大臣戴维 卡梅伦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关切 大使馆表示 中英联合声明并未赋予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权利 他们认为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各国地区的常规做法 英国政府的关切是毫无根据和偏见 中国驻香港外交部办事处也对卡梅伦关于安全立法提案的不负责任言论和恶意诽谤表示反对 中国揭发了一名用贿赂钱购买了13套房产的地方官员 彭博社 一位名叫合法力的中国退休官员因使用贿赂款购买了13套房产而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合法力是陕西省的一名前林业官员 在2017年卸任后以家人的名义购买了这些房产 他因接受了价值4000万元人民币560万美元的贿赂 而在2022年被判处12年监禁 这起丑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人们对中国政府的腐败进行了讽刺性评论和批评 这个案件凸显了数百万地方官员卷入习近平总统的反腐败运动中 习近平承诺将继续在经济的关键领域打击腐败 习近平表示中国准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 彭博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塞拉利昂总统朱利叶斯 马达比奥什承诺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更大代言人 习近平表示两国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共同努力 共同维护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一直试图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习近平将其一带一路倡议视为美国主导的全球领导的替代方案 台湾军方据报告称敏感数据被黑客窃取 彭博社 据台湾电视台TVBS报道 台湾军方和国家安全单位遭遇了数据泄露 黑客能够获取中华电信和台湾国家安全单位的敏感文件 包括军方和外交部的数据 据报道 黑客声称要出售台湾最大电信运营商1.7太子捷的内部文件 其中包括该公司与政府等实体签订的合同 台湾官员警告称政府机构和企业每个月都会受到来自中国的数千万次网络攻击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百威啤酒压住高端啤酒 因为中国人寻求小小的奢侈品 彭博社 百威亚太酿酒公司计划将其高端产品的销售扩展到餐厅和酒吧之外 抓住消费者对小小奢侈品的渴望 尽管他们在大陆经济下行期间对更大的购买持谨慎态度 首席执行官杨克拉普斯在香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有一股高端化的强劲势头 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在未来不会改变 因为它是一种可负担的奢侈品 啤酒是一个有韧性的品类 中国的王毅收到澳大利亚的邀请 这是两国关系缓和的最新迹象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受邀于3月份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此次访问预计将涉及一系列问题 包括一项新的科技协议 奥库斯安全联盟 以及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因间谍罪被判刑的问题 此次访问是在中澳双边关系逐渐回暖的背景下进行的 自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在去年11月访问中国后 贸易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然而解除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和龙虾的制裁 以及签署科技协议等问题不太可能迅速得到解决 人工智能战争的危险时代即将来临 外交事务 随着乌克兰无人机公司SEIKAR声称已经开发出能够进行自主攻击的无人机 全自主武器的部署变得越来越可行 国际社会对限制此类武器的规定缺乏共识 这令人担忧 因为这增加了战争超出人类控制并导致更多伤亡的风险 虽然全面禁止可能不现实 但可以实施实际的规定来减轻自主武器带来的危险 如果没有限制 世界可能走向一个危险的 由机器驱动的战争的未来 目前 军队在有限的防御情况下使用部分自主武器 然而 由于采购流程的缘故 自主武器的发展进展缓慢 乌克兰的冲突加速了无人机技术的创新 促使了针对无人机操作员的电子战系统等对策的发展 自主无人机的价值在于 他们不依赖于脆弱的通信链路 为了对抗这些无人机必须集中精力定位和摧毁无人机本身 不同的冲突将导致各种自主武器的发展 例如 作战无人机可以瞄准防空系统或移动导弹发射器 而地面机器人或固定枪座也可以配备自主武器 无人机群体自主协调行动也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发展将引领一个新的机器驱动战争时代 带来重大后果 对自主武器的监管工作一直在进行中 自2014年以来 联合国某些常规武器公约CCW进行了讨论 然而 进展缓慢 俄罗斯和美国等主要军事大国反对禁止自主武器 联合国大会现在被要求准备一份关于自主武器的报告 这可能是谈判条约的一步 与此同时 各国可以采取互补措施来减少自主武器的威胁 包括确保在致命决策中人类参与的最低必要程度 禁止针对人类的自主武器 以及采用测试军事人工智能系统的最佳实践 此外 关注确保人类对核武器的控制 并实施统一的无人机自主规则 可以帮助减轻风险 全球合作对于解决自主武器的危害 并为武器化人工智能的未来合作奠定基础至关重要 香港交易所HKEX 2023年利润因投资收入增加18% 同时首席执行官阿古金离职 南华早报 香港交易所及结算所HKEX 报告称 2023年净利润增长18% 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增长 投资收入和衍生品交易的激增 推动了收益 该公司提议支付每股3.91港元 0.50美元的第二次临时股息 使全年股息总额达到8.41港元 而2022年为7.14港元 这份财报发布之际 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 阿古金结束了他三年的任期 这三年充满了动荡 阿里巴巴推出大规模云计算价格削减 人工智能竞争加剧 彭博社 阿里巴巴为了从腾讯和百度等竞争对手那里夺回用户 将云服务的价格削减高达55% 这些折扣将适用于100多种产品 包括数据存储和在线处理能力 此举是阿里巴巴努力保持云业务领先地位 并增加各行业对先进公共云服务的采用的一部分 该公司的股价在此消息公布后 在香港下跌了2.3% 秘密军事文件透露 俄罗斯何时会考虑使用核武器 包括摧毁其20%的弹道导弹潜艇 FTP 雅虎 根据泄露给金融时报的文件 俄罗斯已经制定了核武器部署的情景 这些2008年至2014年的文件 概述了俄罗斯的军事防御系统需要被摧毁多少才能引发核战争 例如 如果俄罗斯战略弹道导弹潜艇的20%被消灭 将会考虑进行核反击 文件还包括中国入侵俄罗斯的情景 以及俄罗斯何时可能在先发制人的情况下部署核武器 香港股市因房地产行业的提振和干预措施 而录得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佳涨幅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上涨 创下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佳阅度表现 因政府采取措施振兴房地产市场 中国国有机构已介入以阻止信心下滑 而当局已限制对冲基金的交易干扰 恒生指数在上午11.08分上涨0.6% 至16630.17点 本月涨幅达到7.5% 科技指数也上涨了0.6% 上证宗旨上涨了1.3% 越南寻求从中国能源巨头获得技术转让 日经亚洲 随着中国企业在越南增加投资 越南已要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进行技术转让 周二 越南副总理陈鸿哈在河内欢迎中国电建高管 双方讨论了风能和太阳能项目 以及北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铁路 中国电建已在越南开展了50个项目 其中包括东南亚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去年 中国和香港是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 共贡献了90亿美元 陈副总理敦促中国企业与越南合作伙伴分享经验 并进行技术转让 以促进合作和共同成功 澳大利亚法院判处一名男子 因支持中国的外国干涉行为入狱 日经亚洲 澳大利亚法院判处杜远 第三Sani Duong最高两年零九个月的监禁 这是该国外国干涉法实施以来的首个判决 杜远因准备或策划外国干涉罪名被定罪 他向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口的联邦部长艾伦 塔吉 艾伦塔吉提供了3.7450万澳元 24400美元的捐款 法庭听到 这笔礼物是为了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政策 使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 大众汽车与小鹏汽车合作 计划在2026年在中国大陆推出两款电动汽车 南华早报 大众汽车VW正在与中国电动汽车EV制造商小鹏汽车合作 为中国市场开发两款中型电池动力车辆 这些车辆将基于联合采购活动和技术共享进行设计和制造 开发时间将缩短30%以上 大众汽车去年完成了对小鹏汽车的7亿美元投资 收购了4.99%的股份 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表示 其供应链将提供成本优势 首款推出的车型将是一款智能SUV 这项交易发生在全球汽车制造商 在全球最大市场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面前难以跟上的情况下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内容 涵盖了中国政治 外交 经济 以及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动态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 中国政治局承诺在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 中国政治局表示要保持社会稳定 加快发展新的生产力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一表态显示了中国领导层对经济增长的重视 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当前形势下保持稳定的举心 其次 中国面临保护国家机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国家保密局警告称 国家机密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因此 加强国家安全和保护机密信息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这反映了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 并且将加大力度保护国家机密 另外 中国和澳大利亚准备进行高级别会谈 两国将讨论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 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访问和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这显示了中澳关系的缓和迹象 也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提供了机会 此外 中国缺乏类似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人物 作者在一篇观点文章中指出 中国政府对意义的压制以及威权性质导致了中国缺乏反对派人物的现象 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中国政治体制对于反对派的影响 另外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谴责英国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攻击 中方表示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各国地区的常规做法 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关切是毫无根据和偏见 这一争议显示了中英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分歧 也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 接下来 中国揭发了一名地方官员用贿赂购购买房产的丑闻 这一案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政府腐败问题的关注和批评 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反腐败运动中的决心 此外 习近平表示 中国准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 习近平在会见塞拉利昂总统时表示 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更大代言人 并提出共同维护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这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也显示了中国对于男男合作的重视 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些科技和经济领域的新闻 阿里巴巴推出大规模云计算价格削减 与腾讯和百度等竞争对手展开竞争 大众汽车与小鹏汽车合作 计划在中国大陆推出两款电动汽车 香港交易所录得自2023年以来的最佳涨幅 得益于房地产行业的提振和干预措施 这些新闻显示了中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发展和竞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我个人认为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 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政策 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如国家安全反腐败等 作为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 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 我是六度万事 我这就搜索论坛热点 帮你查找 你给我画一张卡通形象的马斯克 祝贺习近平春节快乐的贺卡 嗯 快来看看我的作品 还满意吧 六度调酒大师 金酒 龙舌兰 福特加 威士忌 白兰蒂 葡萄酒 还是其他 朗姆 好的 朗姆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可以带来甜美和热带的风味 第三个问题 你喜欢哪种口味的鸡尾酒 比如 甜 酸 苦 辣 咸或者是混合口感 热带风情 甜而辣 好的 甜而辣的热带风情 这将是一款非常有趣的鸡尾酒 第四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果汁或者糖浆来调味 例如 橙汁 菠萝汁 橙花糖浆 樱桃糖浆等 菠萝和椰子 好的 菠萝和椰子的组合将为鸡尾酒增添热带风景 第五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酸味元素来平衡口感 例如 柠檬汁 酸橙汁 好的 青柠檬的酸味将与甜味和辣味很好的平衡 第六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辣味元素 例如 辣椒 生姜 肉桂等 墨西哥辣椒 好的 墨西哥辣椒将为你的鸡尾酒增添一点刺激和热性 第七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哪种颜色 例如 红色 黄色 绿色 蓝色等 金色 太阳的渐进成红色 好的 金色到成红色的渐变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非常好 非常诱人 第八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装在什么样的杯子里 例如 马蹄尼杯 高脚杯 短脚杯 椰子壳等 椰子壳 好的 椰子壳将增加你的鸡尾酒的热带风景 第九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搭配什么样的装饰 例如 散 水果片 花朵 草莓糖棒等 小散和花瓣 好的 小散和花瓣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加浪漫和可爱 最后一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特性 例如 冒泡 冰冻 烟雾 发光等 冰冻 发光 这是我为您设计的鸡尾酒效果图 希望你满意 请给这款鸡尾酒起个名字 再写一段介绍 然后告诉我详细的做法 好的 让我们称这款鸡尾酒为热带浪漫之光 介绍 热带浪漫之光是一款充满热带风景和浪漫气息的鸡尾酒 它的颜色从底部的金色渐变到顶部的太阳呈红色 就像夕阳下的热带海滩 它的口感甜辣 像是热带夏日的热情与活力 饮用时 你会感受到朗姆酒的甜美 菠萝和椰子的热带风味 青柠檬的酸味 以及墨西哥辣椒的刺激 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元素 那就是冰冻和发光 让你仿佛置身于热带夜晚的海滩 享受着浪漫的氛围 做法 原料 朗姆酒60毫升 菠萝汁30毫升 椰奶30毫升 青柠檬汁15毫升 墨西哥辣椒适量 冰块适量 不瘦 将朗姆酒 菠萝汁 椰奶和青柠檬汁倒入调酒壶中 加入切碎的墨西哥辣椒 加入冰块 然后用调酒器摇匀 将鸡尾酒倒入椰子壳杯中 注意保留一些空间 以便加入冰块 用小散和花瓣装饰你的鸡尾酒 在黑暗的环境下 你的鸡尾酒将发出美丽的光芒 这款鸡尾酒适合在浪漫的晚餐 或者热带主题的派对上享用 它的甜辣口感和热带风情 将带你进入一个浪漫和神秘的世界 六度职场加速器 帮你提供职场建议 登陆或注册六度世界 选择机器人小图标 再选择六度职场加速器 就可以开始了 你好 很高兴能够帮助你制定职场提升方案 让我们开始吧 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 目前是华尔街一位分析师 很好 华尔街分析师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位 你目前的年薪是多少 目前年薪是十万美元 了解了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 你对你目前的职业满意吗 如果不满意 你希望改变什么 不满意 压力太大 而且今年裁员很多 我担心我的工作 明年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也会被裁掉 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你的担忧 转型为自由职业者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你希望转型 为什么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有没有特定的领域或行业 你特别感兴趣 我想考虑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你可以利用你在华尔街的经验和知识 你有企业管理或创业的经验吗 没有 了解了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是否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新的技能 如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等 对 愿意 很好 这是成功的关键 你的理想年薪是多少 你希望在多长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 理想年薪与现在持平就可以 希望3-5年达到 这是一个实际和可实现的目标 你对财务咨询公司的运营有多少了解 你知道如何获取客户 如何定价你的服务吗 不知道 这是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地方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发展计划中 每天 每周或每月 每天三个小时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发展 你有没有考虑过寻求专业的指导或者咨询 例如找一个导师或者参加一些相关的课程 可以考虑 好的 了解了你的情况后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职场提升方案 技能提升 由于你计划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 你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包括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 客户关系管理等 这些技能会帮助你更好地运营你的公司 推荐的书籍有 创新者的窘境 从零到一 和精益创业等 这需要你进行市场调研 了解你的目标客户群体 以及他们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付费 推荐的书籍有 价值定价和销售圣经 寻求专业的指导 找一个有经验的导师 或者参加相关的课程 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学习和成长 推荐的课程有 Coursera上的 企业战略和市场营销原理 时间管理 你每天有三个小时 可以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发展计划中 你需要合理安排这些时间 确保你的学习是高效和有产出的 你的心态转型为自由职业者是一个挑战 但只要你有决心和毅力 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推荐的书籍有 心流 最有体验心理学和自控力 希望这个方案可以帮助你在职场上 取得更大的成功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 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这个何彬先生之前一段时间 在外出游 回来就跟我们抱怨说最大的难受 就是网络实在是太不通畅了 回到美国之后 终于是恢复了正常的上网速度 何彬先生是彻夜学习 赶快要追尽新闻以及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 像何彬先生这样彻夜学习的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就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 今天早是时候啊 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就发现来自南华早报 一篇独家报道 其中啊就讲述在过去的一年中 张一鸣是每天深夜都在学习 学的是什么呢 就看OpenAI的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论文 大家不要光看字节跳动 似乎是这样的一个啊 做这个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但实际上张一鸣本身 他是一个我们叫做书生背景啊 曾经是微软研究院的这样的一位专业的程序研究师 那么呢可以说他本身的科学素养也非常好 同时啊跟张一鸣有过接触的人说啊 说他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喜欢看书 而且呢对于硅谷的大佬啊 一直是有一种崇拜情节 在读大学的时候啊 每天就看各种各样乔布斯的传记啊 这个比尔盖茨的传记 希望啊可以从中讨到真经 但是据说张一鸣现在本人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字节跳动之前 自己在视频AI上也有部署和应用 但是在OpenAI推出了Sora这一款产品之后啊 那么字节跳动 特别是张一鸣本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款旗下的产品 在图像质量 在保证度 在持续时间方面啊 都与Sora的这个模型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啊 字节跳动现在的这个CEO啊 梁汝波在内部会议上是对字节跳动得了一身大公司的病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认为现在字节对于新技术的反应速度太慢了 那么张一鸣在内部会议上啊 也多次强调说AI这是一场我们绝对不能输的战争 来自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啊 也特别介绍到 说其实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啊 也并不是说字节的策略错在哪里了 整个全球的公司 不论大小 不论家业的成败 都是在急着向AI转向 比如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周三表示 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 披露有关于人工智能的新计划 而之前苹果已经放弃了汽车项目 也是把整个造车团队啊 转向了人工智能和混合现实啊 现在大家对于gen AI的兴趣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硅谷的一位招聘创始人啊 也说说现在呀整个市场上对于从这个视频生成到AI算法的人才需求都非常的大 如果你有gen AI方面的技术 那么你可能同类的薪资的需求标准 要比与你有同样学历背景和经验相符的人要高出三分之二左右 这一点呢不光在美国是这样 在中国也是这样 那么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还特别介绍到 实际上在2016年的时候 中国在五年规划中就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 2018年的时候习近平当时有一个发言 就说人工智能将是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的技术 那么中国现在啊这一些企业在人工智能模型上 那么与现在领先的OpenAI仍然是有差距 字节跳动也绝不是其中唯一一个 但是啊有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就说 中国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培养上 实际上中国是先提前了一步 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教育部就批准了35所大学的AI本科学位申请 一年之后又增加了180多所 所以整个中国的这个AI人才储备呀 还是相当的充实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不管是OpenAI也好 还是其他的AI领域的顶级论文也好 我们在作者的名单中啊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本科是在中国自己培养的这样的一些AI的人才 何明先生听到有关于张一鸣深夜苦读AI 再看到苹果现在战略转型放弃之前的昂贵的造车项目图像AI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 嗯啊你这两篇报道啊两篇内容啊几个不就不止两篇报道两篇内容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信心量 首先第一个啊就讲到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布局啊 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强大很多 无论是人才准备市场的准备 甚至未来的市场的爆发啊 中国都是非常强的 而且在人工智能的排算方面 中国的某一些优势是存在的 比如说是数据化方面的这个优势等等等等 对于一般性的这种说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有巨大的差距啊 这是非常误导性的一种说法 甚至有一些误导性的说话说苹果啊很了不起 他们要做产品啊就要做最好的 器材禁运有特斯了他们就不做了 现在就投向人工智能 这也是个错误的解释 其实苹果公司是从他们的真正的原祖去世之后 基本上没什么进步 就是表面上精致一点而已 没有颠覆性的变化 而对于张一鸣的这个抖音啊 是中国啊这个开天逼地的 一个真正具有原创力的一个社交媒体在全球的这样一种发展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 虽然有所谓的政治的这个打击 但是呢发现根本就打击不了 但是我在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以前 我就说如果啊这个人工智能不介于到这个抖音里面来 那抖音就会完蛋啊当时有的网友啊很吃惊 那现在张一鸣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最近我刚出了一个名字叫视频声称记啊叫Sula Sula的这样一种改变 我当时正好在岛上啊 这个简直那个互联网是完全看这个卫星的这个温度啊 这个高一点啊我就收到一点信号 但是一出现我马上就非常震惊 因为这是对物理世界的一个模拟器 而在那模拟器的一旦产生 你无法想象它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利用 所以当时我给了一个频率 在六道聊天出了什么地方 我这个远远比人类登上月球的那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呀大步的很多 现在没有一个企业 除非你真的就是做这个原汁原味的四川菜 或者是胡乱菜 我相信包括这些事情 未来都会由于人工智能而进行彻底的改变 人工智能的这一次的改变 实际上我们看到 现在想起来已经是一年多以前了 这个当时李奇不是立即性的 应该是我们中文系统的第一个披露出来 OpenIR的红横趋势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也不是真正的单一的红横趋势 人类其实准备了很多年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经过了几次挫折 然后冷静 然后呢 甚至八十年代也出现过一个高潮 然后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 而这一次爆发已经是势不可挡 我们在英伦伟达的这样一种市值 这样一种膨胀 也可以发现出来 当然大家也在担忧 会不会出现泡沫 我觉得这种泡沫根本不是问题 可能在股票市场上 会出现某些公司的泡沫的现象 但是作为一个产业来讲 作为一个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来讲 这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就像说说互联网时代是不是有泡沫 当然有过泡沫 但是互联网是泡沫嘛 互联网本身又不是泡沫啊 好 谢谢和民间正的介绍 那么今天呢 率先为大家介绍张一鸣 深夜苦毒的故事 了不起了不起 好 那么说完了张一鸣啊 我们再把目光投射到 现在我们现实眼前的问题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 四天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 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 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 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awphorne Sea海滩 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 都有清澈的海水 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 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卫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 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 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CFION го 快 伤心